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温哥华东区的楼盘 好像都没试过在这区和大家看pre-sale 这个是第一个 不过这个地区就介绍过几次了 我们先看看地段 其实它是温哥华东区 属于Kingsway上的楼盘 Kingsway的完善发展其实都不错 已经有不少的 Mid rise, Low rise一直在建 我们今天的楼盘叫Frame 发展商是Coromando和Pederson一起合作建的楼盘 全楼盘的高度是10层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位置 我们是属于温哥华East的Vancouver East 这个Boundary Road分隔了 再过去就是Burnaby Metro Town其实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个楼盘是去最大的商场 Metro Town走街那些 开车10分钟也有Skytrain可以踏到 那这个楼盘是Kingsway 又向北走上去29街 这个是最近的Skytrain站 路程大约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上去 这个Kingsway上面 大家看到黄色这些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商圈位置 最近的超级市场 其实就在Nanaimo过少少这个位置 就是有个大统华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两三个月前 跟大家分享的是温东那边 Canston Garden 我们有个二手楼盘在那里卖 跟大家是经过走过 有大统华 有个时代文化酒楼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银行等等的配套 所以这边过去的话 大家开车两三分钟就到 很方便的 那我们又看这个放大一点的Sonic Map 因为楼盘的位置 其实是Kingsway 夹Earls这一条街的夹角 它是L字形的 分两期 East Ring和West Ring 这边会先卖是West Ring 然后再购买Earls的East Ring 大家看到这一张其实是Zoning Map 发展商都很细心地想告诉大家 整个Kingsway的发展 大家看到黄色开始 深黄色就是Mid Rise 就像我们这些10楼左右的高度 其实沿路都可以建成这样的高度 包括楼盘对面 蓝色就是未来会建的Plazza 这些都是Future Plaza 会建一个商场出来 然后浅黄色后一层就会是Low Rise 就是四层楼高 最多可以建 再浅黄色软一点 这些黄色软一点 这一只黄色软一点 就会是可以建Town House Town House 大家知道可能三层左右的高度 然后Row House Duplex 就会再软一点 所以大致上大家了解到 它的楼本附近 未来是会再建的 也是Future Value所在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建议模特 我们先讲方向和街 这一边是Kingsway 大马路 然后这边是Earls 楼盘是这个夹角位 方向这样打斜出去是向北 因为Kingsway是斜斜的 楼盘分西翼和东翼 全部加上217个单位左右 现在首先开卖的 会是这个Portion West Wing 116个单位左右 包括这个Podium Level 和这个会建高一点的楼层 我们大约很简单地说一下 因为其实楼盘有很多不同的积架 如果大家是一房单位的 其实你的选择都很多 对Kingsway大街的 低楼层高楼层 或者是向后面内缘的 中间夹在中间 和这个Podium后面 都有一房单位选择 都是五百多尺左右 现在发展商 因为现在是一个楼盘最初期的阶段 我们未有一个实际有发展商 给出来的定价 但收到的楼 都说会和Metro Town那边差不多 所以我预计这些 刚才说的一房单位 五百多尺 都会是70万头开始 甚至到70万钟 然后再说说第二个比较特别的积极 亦都是我看完这个楼盘之后 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卖点 就是它有很多Junior Trill 或者我会把它复制作 是两房上车盘 因为现在在Metro Town Brandwood 大家买一个两房 其实都过百万的 那真的不是每个都能够的 所以这个楼盘 我见它有很多很特别的积极 包括这里两条 还有后面两个corner 整一层下去 大部分都会是Junior Trill 就是两房一次 两间房都有窗有柜 就不用说有一间是黑房 但是就少一个洗手间 那这一只积极 现在发展商人是没有定价 不过我估计是100万以下 应该会买到的 我觉得这里都会挺受欢迎 也都比较多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接着如果大家说 我够钱 可以买一个正常两房单位 那你也有选择的 下面的Podium Level有两房 这一个corner 都是两房来的 去到高层 有view一点 三房单位的话 大家都会考虑是比较低层一点 包括这一块 都是三房单位 然后来到后面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内缘位 即是不再向着大街了 这一堆都会有三房单位 所以也有选择一房 两房三房 说到后面 这一块是什么呢 这一块现在的存在是独立屋 将来的森林 是可以再建一个四层楼的低层 发展商这边都是标示了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当然是西翼 东翼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发展商一定是先卖了西翼 所以价位各方面 大家都是争取了西翼 会是最底的 这个就是东翼 其实这个建议的话 东西翼的话 都会有一些平台花园 这边是东翼 几多楼 一二三四五楼的平台花园 这边西翼就是六楼 这边都有一些平台花园 它有派对房 延伸出来有些开放空间 可以烧烤可以玩的 来到这个上面 都会有一些五楼 都会有一些开放空间 两种颜色 Light和Dark 示范单位会是Dark 主要最大的差别是 厨柜面是深咖啡色的厨柜面 地板的颜色都会深色一点 如果大家选择Light Color Scheme Caventury 即柜面会浅色一点 包括地板都会适合一点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示范单位的话 总共尺数大约806尺左右 室外露台59尺 这是C2的单位 我们进来看看 它也比较不浪费 门口一进来 其实已经是厨房 客饭厅 area 左手面进去就是洗手间 待会看洗手间 我们先看看厨房 这个楼盘 它采用的是比较高级的 Folga Milano的电器配套 尺寸的话 两房单位 三房单位 雪柜都会是30寸的 牌子是Folga Milano 然后下面是冰柜 有两格柜桶 冰柜外面也采用了厨柜包边 还有大家留意到 厨柜的木 其实它还包了整个厨房的圈 不仅是櫃面 那么简单 有一个厨房 area 包括大家看到 上面这条黑色的lighting track 都是包装的 到时你交楼的时候 是会有的 但饭厅的吊灯 这些就自己装了 是没有Illand的 上面无论是浅色还是深色 上面的櫃面都是白色的 它不同的是下面和冰柜 那牢头和offen 都是Folga Milano 一房两房都会是24寸 去到大家买三房单位 牢头就会变成30寸的幅度 焗炉都会30寸的幅度 那我们看看这些櫃 可以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用途空 这里还可以载身进去 这里是抽油烟机 拉出来的有灯 那台面是浅色的 light color quartz的石鹰台面 上面都是全块的石鹰 铺在这里 同样的材质 然后它的櫃底 也是有一条LED灯条 做得很湿涂的 这里全部都是上面的储物空间 给大家看看 然后它的洗手盘 这个叫做水龙头 配了我很喜欢这颗色 雅黑色 Fluid的牌子 然后这边都会有电键 洗手盘 我们看看洗手盘 下面 亦都做了同样材质的挡板 还有一个可以拉出来的垃圾桶空间 旁边就是小碗碟机 小碗碟机也是Fluid的 同一套牌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中间就有一些储物空间 就是柜桶 然后这个也挺特别的 它拉出来整个Lacy Susie 而且它是好像柜桶 就不是一个转盘 即是架 感觉上很紮实 大家可以看到 也很美观 做出来 然后微波炉 就做了在这个转弯位 牌子是Panasonic 微波炉下面 也有一个大柜桶 这个就是整个厨房空间 进入洗手间之前 它就是有一个Washer Dryer 那个Londry Closet 就设置干衣机洗衣机 牌子是Bloomberg 然后这一边开门 就是你进门口的Entry Closet 也做好了上面的架 还有挂衫 浪衫位 洗手间的话 它也挺漂亮的 我觉得它用了一个圆弧形小小的 玻璃镜的设计 也是一个Madison Cabanet 打开 然后可以放东西 还有它四边也有做了LED灯条 所以你看到立体感也挺强的 然后洗手盘的水龙头 也是黑色的设计 手柄也是 这个是桌面空间的Quartz 下面有个大柜桶 也可以放到挺深的东西 然后座翅就不用看了 座翅上面 它也会配了毛巾架给你的 然后有电键 大家可以换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换电的马桶 这些全部都铺了砖 铺了两尺成两尺的砖 也是灰灰色和雅面的 然后水龙头这个花灑 可以拿下来的 手机的花灑 也可以调校高度 浴缸 然后浴缸这边也有铺了砖 这些地砖也是两尺成两尺的大小 然后出来就是Laminate Flooring 全部都没有地毯 包括房间 它全部都配了地板 然后我们这一尺是两房 加上一个钉 刚才我们看了这么久 还是厨房和入门的洗手间位 这边有一个钉 钉的话 现在这个尺寸就可以做到书房 大家看到这些蓝色 这些全部都是做出来 给大家想象效果 到时就不包的 看完钉之后 两边是分开两间房的设计 这边是主人房 这边是客房 这边是客厅位 它也挺宽落的 足够放到L-shape的沙发 然后这边可以放大电视 但注意这个积极是有点凸出一棵墙子 然后就会进入露台的空间 我们看一下窗的设计 其实它主要都会用大片的Glass 去做多点的彩光 还有让大家看出去舒服点 黑色框 这次更帅了 还有那些水龙头的设计 一片大的 一片上面 然后这边是Glass door 出露台的 接着我们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厨房 这边转右进来 空间都可以大 我见比很多楼盘大 因为它现在是King size床 放到两个床头柜 这边还有空间 如果大家不怕逼劫点 很想对着风景做书桌 都可以勉强放到 小小的窗台位 一片大玻璃 接着可以开窗 放在上面 下面都是一块Fixed Glass 这边有一栋大的电视墙 这边是两个closet 也是一个很阔的走廊 大家打开看看衣柜 它都做好了很多shelving unit 不同层次的挂衣 空间 这边也是有不同的高度 可以放东西 大家可以做一些柜桶 其实 这些门拿上手是重点的 是实心门 然后这个空间 是比大部分 我见的楼盘 如果是走廊 进来 开衣柜位是阔的 然后进来 门也很阔 进来之后 就是洗手间 这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刚才看到外面的客厅 是洗手间 这就是shelving stow 大家可以进来看到 shelving stow 做了无关玻璃 一块是到顶 下面是纤维底座 然后 这块无关关闪门 会矮一点 它主要是让你的水汽走了 这里全部铺了 有handheld shower 纤维底座 毛巾架 它就预设了一个位置在这里 这块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其他的设定 跟我们刚才看的洗手间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的 都是West Wing 这个 portion 对着King's Ray 这边是面向着King's Ray 后面是内缘 一楼就没什么单位卖了 双铺 二楼开始大家看到 一房单位和大家分享一只 都是五百多尺 试试正正 没有浪费进来 左边洗手间 右边washer dryer 厨房 客饭厅 睡房 都是有一个大的楼台 这里是standard one bedroom one bedroom 楼下有 背着向着内缘的又有 上到高层一点 都是差不多都有 比较特别的 就是A5这只 它去到七八九十 这四层 只有四个单位 这边有多个窗 这边就是kind of corner unit 比较特别 好 看看两房 刚才和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这个楼盘有两房上车盘 就是Junior 2 一 重要是Junior 2加 钉也是挺好用的 它唯一一个所谓弱点 但也是因为这个弱点 令它的价钱便宜一些 就是它是一一个洗手间 大家将就住都够了 两个试试的房 大家都是有窗 有衣柜的 然后门口进来厨房 客厅 视镜 钉 大家共用门口这个洗手间 就是这样的了 这些大概六百多尺左右的两房单位 我估计应该都要八十多 甚至有机会去到九十多 看你买哪些单位 高层还是低层 它就是在不同的楼层 九楼也好 到楼下二楼 都有的 比较多的选择 大家可以选择 如果大家真的需要两房两次 都有的 二零二这款就是我们刚才一路看的show home 和我们刚才show home 走进去一模一样的单位 我们就不看过for fan了 三房主要都是下面 podium level 这一解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三房的 向kingsway 和向内街都会有的 譬如说现在看403这个单位 就是市镜三房 门口进来之后一房两房 master bedroom 是最远的 还有一个钉 然后这里就是全套的厨房客饭厅 门口进来之后 还有一个洗手间 特别这两房间share 计划来说 我觉得很市镜 1033尺 都不会特别小 这些的话 我想价位都要过八二万 或者close to that 或者over 看看到时发展商出来的定价是怎样 我再跟大家update 所有的floor plan 那些feature sheet 那些全部 我都upload了上我的网站 大家可以打开 carriequite.com slashframe FRAME 上去看看 过多两三天 就会有更加详尽的价钱 Stradafeet等的资料 我全部都会上载上去 如果你想收到update 或者你对这个楼盘有兴趣的话 都请你上我网站的同事 登记那里有个表 你填完你的资料 我就可以call你 或者有update就email给你 因为这个楼盘就很快 下个星期过两天 就可以开始有客人进来preview看 然后预计四月头就开卖 现在都已经3月中了 所以很快的时间 所以大家有兴趣就准快登记了 我希望可以尽量帮大家得到心仪的单位 的售楼中心 就是在将来会建建建建建那里的现场 然后呢 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附近现场来看 去对面马路 其实这里已经是吃围才能走的 可能说到这家餐厅大家一定会听过 原来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前一面也已经建造了 高涌楼 之前 Như form linguinguished 在那堂卖但是没有拍过影片 而说起红磚楼 也有そう Propition も学会 如果有朋友比我熟悉 我或者我们比较早期的 会见到有很可爱的月爸爸 是一只 broom 那是修养的 其实就是来自那栋 burst 当初。。。我是刚刚开始 经纪没时间时 我也做了很多土地管理 幫人管屋租屋 我記得其中一個單位出租給一個租客 他長期都不出露台 關了窗簾 所以就有甲仔在那裡抓了個巢 後來要換租客的時候 就要去清理 找了清潔公司來 我問他你會怎樣處理 他還生了兩隻嬰兒 兩隻很小很可愛的甲仔 眼睛還未睜大 但我問他你會怎樣處理 他就說我沒有找草叢就算了 我心想這麼糟糕 我和我爸爸都很喜歡小鳥 所以我們收養了他回去 就養大了 懂得飛 懂得走 很開心 不過很不幸 後來被鷹追不去哪 希望他還很開心地生活 如果各位朋友 你發現你家裡有小嬰兒 也可以告訴我 我們很樂意收養 包了在這裡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匯所 匯所 不是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我去示範單位等你 這裡是一廁所 我在這裡等你 即是Dental Service Coffee Shop 方便大家生活 從二樓開始 這裡是一廁所 那他的匯所設施 首先在 很大聲 什麼叫一路一路 我不知道 那句話說錯了 我當我試試 有點熱點 有點尷尬 說到沒有 好可憐 好可憐